号称最快乐的国家丹麦距离台湾半个地球外 双方没有直航的班机必须要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再转机才能到达 但其实台湾跟丹麦曾经非常的接近 那是在30年前我们同为养猪大国 而且因为台湾的猪肉吃起来口感好 所以硬是从丹麦手中抢走了日本这个大客户 不过事隔30年之后 台湾一度沦为口蹄疫区 猪肉无法再出口了 丹麦却成了最会养猪的国家 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产国 而且丹麦还加入了环保意识 利用猪粪猪尿进行沼气发电 发电之余不但是解决了脏臭的环境污染问题 也降低了猪粪中的甲碗所造成的温室效应影响 丹麦到底是怎么人道又环保的利用猪来赚钱 又是怎么样把这个高污染的产业成功的转换为能源呢 我们带您一块来了解 丹麦最快乐的国家 首都哥本哈根世界最环保的城市之一 这乐活绿活的精神 延伸成了保护动物权利 讲究环保的作为 具体运用在养猪产业上 波森的农场是丹麦的示范农场之一 猪设有木质房和屋顶 一格一格的大窗户 让阳光可以照进来 风也能自由地流动 猪各自有专属铁栏 区隔了空间 而且是活动的 想出去就出去 当初主动顶开了栅栏 就是运动时间到 走到宽敞 更酷的是专属运动场 散步休息 还可以顶木头小玩具 放松心情 我们台湾是住在豪宅里面 是很窄啊 但是他们都看他们的猪 每一头的那个房间的设备 比我们台湾宽而长 而且它可以 可以往后退 可以到运动场里面去运动 这是我们台湾没有的 这样对猪的话 是比较好的环境 所以是一个轮道的养殖 我们在做这些猪 我们说的是 这些猪 这是我们想的 是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 这些猪 是靠你们的 所以你们帮忙 是不是先好 所以你们伴得到很酷 但是你说他们说 如果他们看得到 他们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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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在游泳 如果他们看得到 我们需要紧张 他们看得到 我们需要弦国 我们需要给他们 他们增加藏 如果他们看得到 他们看得到 你们可以去 靠一个 这些猪 是为了 这些猪 对我们的猪 丹麦猪农专属的奇妙之舞 其实是猪农模仿公猪交配时 跨其在母猪身上的姿势 让母猪以比较自然的生理状态 接受配种 还要来套马沙鸡 伺候的它舒舒服服 这个按摩可以促进 主公的收拾 可以把精液很自然的吸收到里面去 这样就比较容易受印 所以我看他们的猪 为什么每一头母猪 真的比我们台湾大概多四头左右 他们这个动物保护 动物福利做得非常好 他们给猪快乐 代表他们猪也会回馈 常会回馈他们 虽然说目前台湾的法律 没有硬性规定说 我们要如何去做到 动保护这一部分 可是未来这也是我们政府 必须要努力推动的一部分 卖卖人口只有五百五十万人 但是每年养了两千九百万头猪 平均一个人养猪超过五头 人猪比居世界之怪 成就绝对不是偶然 成功的要素 以人才培养做基底 马普森来说 在成为经营者之前 他接受了四年半的专职教育 学习养猪的食物经验和养殖技术 还要学习财务管理 经营管理等课程 完整的管理 加上最先进的硬体设施 最棒的技术 挑选猪枝最好的遗传基因配种 保持猪枝的健康 为给它高品质的饲料 环环相扣 丹麦在1983年曾经爆发口提议 但是六个月就厨艺 他们从教训中学的经验 农场防疫 务求滴水不漏 因为Lori现在有一个GPS系统 所以当他们来到洗手机 我们要求GPS订阅 最后七个月 所以你可以说 你说你来自德国 但实际上你来到北拉罗 这种相对不同的 与伤殖病毒 以科学化的技术 有系统的管理 经营出高规格的养猪场 猪枝受到最好的喂养 送往屠宰场的途中 车辆要够宽敞 不能让猪枝彼此推脊践踏 产生焦躁的情绪 等待屠宰时 要保持环境的安静 采用二氧化碳处理法 让猪迅速晕倒 在没有恐惧中 平静结束生命 这些都是比较人道的 屠宰程序 我们会很轻松的 我们看我们的团队 他们有球 他们在团队 羊羊喜欢跟朋友们 当我们在团队 我们会很轻松的 我们会很轻松的 与优独的 营救结果显示 如果动物生前少受苦 肉会比较Q甜 相反的 如果受到了惊吓或压迫 肉质会变酸 变软白 甚至渗水 所以人道屠宰 列为经济动物福利 非常重要的一环 良好的动物福利 不仅可以提升肉品品质 改善畜牧产业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兼顾屠宰从业人员的 劳工安全与心理卫生 以及消费者 吃得心安与安心的权益 因此丹麦政府非常重视 屠宰人员的养成 这些在台湾肉品产业中 往往被当作没有太多技术 与射精地位的工作 在丹麦成立了肉品交易学校 是全世界唯一一所 兼顾屠宰与分解课程的学校 类似台湾的建教合作制度 学生遍布各年龄层 学费由政府全额补助 就学时间三年半 毕业后学校还带为谈合约 找工作 这些毕业生非常抢手 起薪12.5万 比一般大学生还高 我们有特别的工业 這裡,在這裏工作,是特別常發展, 能夠找到未來的合格, 能夠付出新的未來合格, 如果是錯的, 會失去事業, 這是了合格的工作, 是合格上所做的。 毕业生具备了从生产链最前端的养猪知识 到末端的食物烹调技术 还有电脑技能 这样的专业培养 连日本也派人取经 我们也希望学生 科典的设计和导致 其实是蛮精致的 对铁箱巴兵 从业人员的追尊有相当的帮忙 当然如果有机会 我们能够说 将我们的主题上来这些 株枝的生产链 中上游是饲料商 株农 下游是拍卖市场 屠宰场 还带出了另一个资源链 就是早气发电 猪的排泄物本来卡在铁架上 当猪只移动脚步自然踩踏 排泄物就掉下了高架槽 这时猪农拉开了控制装置 进入了爪气发电厂 开始处理 厂长确认机器正常运转 个人找气发电厂 耗资6000多万台币在2002年建成 厂长也是猪农 彼得安德森 自有1500头猪 还收购方圆百里内的猪排泄物 经过混合 进发酵槽进行艳养程序 产生污泥做肥料 甲烷则送到了气电供生厂 供电供热 还有酒店的 有很多好东西 用氧化和氧化 駕駕駛的氧化 氧化的氧化是很容易用的 氧化的氧化 是很容易用的 而當我們做了氧化 我們收入少量的氧化 所以有很多好東西 但售價是太低 在德國 如果我們去納粒 或德國 中國有更高的價錢 那是一個好投資 但不是在德國 希望政府要配合一些政策 才有辦法做 經過提高補助設計 還要來做實驗 實驗也會好事 可以提供到有關係 這個政策是真實 我也是覺得可行 澡氣發電為什麼對環境友善 是因為豬糞產生的澡氣 含有高濃度的甲烷 甲烷的溫室效應 是二氧化碳的24.5倍 對環境的危害相當大 現在污染源轉化為再生能源 具有環保功能 澡氣發電就是說 把廢氣物被資源化 而不是被去化 它變成所謂的能源 還有肥料 那能源跟肥料 事實上是有經濟價值的 更重要的是 這些經濟價值 是在地的經濟價值 而不是外來的經濟價值 其實台灣政府幾年前 就向豬農推廣澡氣發電 但是由於建廠成本高 一度電卻只補助2.8塊錢 遠低於太陽能補助 以及要改變飼養習慣 讓豬糞含水量降到最低等原因 配合的成效始終不好 就算廢氣物能變黃金 台灣也少人聞聞 我們台灣如果是要用早氣發電 就是要有突破 我們台灣是 豬農是用沖水 這個主要我們太多 並沒有發電這個經濟 但是如果是要用早氣發電 一定就要 想像打賣這邊的地方 不可以水豬農 讓豬農的濃縮 豬農的濃縮比較高 這樣才有什麼運氣 做早氣發電 這樣才有的經濟價值 它有經濟價值 它有環保價值 它有生態價值 它有能源價值 這幾個價值 都是優關我們一生的 最後一個價值是 它會改變我們的生活形態 它會優化我們的生活形態 是三生共融的一個生活環境 所謂三生就是說 生活生態跟生產的一個結合 雲林的豬農親眼見證了 丹麥的實行成果 提高了意願 在我們台灣是 避免後來這裡參觀後 我們是避豬源回收 避一種豬源 很好的政策 我覺得我們的法令 還有我們相關的辦法 還有我們的獎勵 還有包括補助 這個部分來講 是應該大大的檢討 政府做得太少了 我們回到台灣的話 就會進入規劃 然後進入戲舍 整個程序才走的話 希望明年 希望明年來講 如果土地的取得 很多的程序 如果走得更的話 希望明年的三月的話 就可以看不到辦公 就算不發電 豬排泄物還造就出了一片 綠油油的麥田 麥子長得又高又壯 竟然是豬排泄物的功勞 我們當然賺了一點 但最好的部分是 當我們放在我們的地上 它會更好 讓我們的地上 它變得更大 它變得更大 你能看到 我們沒有放在地上 我們沒有放在地上 然後我們放在地上 麥馬夫婦把豬排泄物 加入硫酸 發生化學作用後 除臭 增養分 減菌 變成肥料 澆灌到小麥田 小麥做飼料給豬吃 形成了一個善循環 沒有浪費 它回到地上 回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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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樣的 但是接下來 三十年前 台灣從丹麥手中 搶走日本大客戶 三十年後 丹麥已經是 世界最大的豬肉出產國 廢棄物延伸出的資源 還能降低污染 提供能源 丹麥能 台灣為什麼不能